字幕提供 嘿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這支影片我要帶大家去位於高雄的魏武銀 魏武銀這邊我其實在30年前多已經去過了一次 但是那個時候拍照的風格跟現在真的差非常的多 所以我想說用現在的攝影的視角去看一下 我去那邊拍照可以拍什麼樣的東西 那麼我今天的配置是使用我的X-Pro3 然後還有富士自己家的35mm的那一顆 那這一顆大約是等效50mm 然後我想說在魏武銀這個場地非常大的地方 35mm這一顆應該是會一個蠻好的選擇 因為很多的構圖可能會有點太遠 如果用23mm的話 但是如果用50mm可能又沒辦法把整個建築的那種壯闊的感覺給拿刮進去 所以我這個時候出門的時候呢 我是帶著35mm這一顆 還有一顆23mm放在背包裡面備用 那麼除了相機跟鏡頭以外呢 我今天有套之前在淘寶上面買的一個柔膠的濾鏡 那這個濾鏡其實非常便宜 一片才兩三百塊台幣 我用起來自己覺得是跟Tiffen或是Moment那些東西一樣 所以我後來就全部換到這一家 然後我覺得拍攝效果還不錯 所以如果你看起來會有點柔柔的 光會暈開的話呢 就是因為這個濾鏡的關係啦 然後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因為我出門前呢 我忘記檢查我的相機有沒有充電 所以我其實拍到一半的時候 它就已經開始跳紅色的景色燈了 但是呢所幸我這一天就是拍到非常多很喜歡的畫面 所以在它完全沒電之前呢 其實我也就已經覺得很像拍的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已經打包了要回家了這樣子 那麼這一支影片呢會分成兩個不一樣的部分 首先我會先給大家看 就是我在用GoPro在拍照片的時候的畫面 然後並且呢在第二部分 我會再把我特別喜歡的照片 拉出來做個別的講解 不是說講解啦 就是分享一下我在拍下去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在想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想按這張照片 大概是這個樣子 在開始之前呢 還是要先不要連的宣傳一下自己 最近在籌備的這個濾鏡包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備註欄 可以去購買一下 上次當作這個頻道的支持 如果沒興趣的話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大家好 現在在衛武雲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高雄的天氣 天氣還蠻好的 但是非常熱 熱歸熱 但是還是沒有台北那麼悶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好抱怨的 然後在開始之前呢 大家如果有什麼高雄比較好拍的地方 麻煩在留言區再跟我說一下 因為我最近剛搬來高雄這裡 然後我跟這裡比較沒那麼熟 我不太清楚 哪裡有適合拍照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在高雄 深耕比較久的 然後你跟這裡很熟 然後你有推薦一些可以好拍照的地方的話 那不要一定是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一下 謝謝啦 然後因為這個圓區它11點才開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也是以 這邊的建築為主 所以我想說我就在外面繞一下就好 我覺得這裡這種亮暗交錯很明顯的地方 真的是很適合拍黑白 我覺得這裡這種亮暗交錯很明顯的地方 我就把它拍到沒電 然後就回家了 就不要太強求了 靠我覺得這個阿飛就已經拍了二十幾張油了 覺得今天這個電池沒充電 其實現在也沒有這麼的麻煩 因為今天中獎率有點高 但是我覺得還會 pull到沒有 而且這個大電池 有一年頭二發的電池 不覺得這樣子 還是走? 我還是走? 你的電池 有很多電池 有一個電池 我還是走? 你是不容易 大家如果對我用的這個底片模擬有興趣的話呢 我之前有把它分享在我的IG上 然後到時候會再把它貼在這裡好不好 那我在拍照的時候呢 其實會拍的比大家看到還蠻多的 但是我會先做一個篩選 我不會把自己拍完覺得很鳥的東西放出來 因為我想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麼第一張這個照片呢 其實我那個時候還剛踏入園區的這裡 結果沒想到我還在拍一張就是那種暖身照的時候 我往左瞄了一眼 剛好看到這個非常完美的構圖 我真的也是覺得我那天運氣非常好 我這樣轉過去看到的畫面呢 就直接是一個我個人覺得非常喜歡的畫面 而且這兩個路人所站的位置跟他們腳開合的距離 總總我覺得都算是非常好的一個構圖 那我覺得能在這麼一開始就拍到一張我自己非常滿意的照片 也算是一個蠻好的徵兆啦 那這一張是我對著他們的應該算辦公室的一個地方 外面的玻璃牆拍的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時間還蠻早的 然後大部分在那邊的人都不是觀光客 應該是附近的居民 就單純在魏武營這邊病動 那麼這張照片呢 我個人蠻喜歡的是 當你看中間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非常銳利 有沒有看到很銳利啊 可能有一點跌影 那就是一個正在打掃的一個工作人員 但是旁邊呢 因為它窗戶有狂出不一樣的區間 所以你旁邊的話 它折射出來的反射角度 跟你照一面鏡子是有點落差的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的畫面還蠻特別的 接著這張照片呢 一樣是我看到他們的 算是玻璃的大門那邊的一個反射 然後那個時候就看到有個小朋友在那邊跑 我裡面也沒有特別想要拍下這張照片 但是我後來在那邊等的時候看到說 這個小朋友就是在那邊跑步 然後他的應該是阿公在後面看著這樣子 然後雖然左半邊我的身體 把大部分的畫面都遮起來 但是我覺得這整個倒影就是它沒有非常高對比 其實看起來是另外一種感覺 因為我今天用的這個底片模擬 其實算是對比非常高的 接著這張照片呢 我覺得算是今天前幾號的這張照片 但是後來放大看了發現有點糊掉 因為我那個時候很像不小心動到快門的速度 這張照片的快門可能才三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我那個時候拍的時候是有一點晃到 但是我覺得從構圖跟光線的角度來看呢 這是一張我覺得非常滿意的照片 彈鋼琴阿伯的剪影呢 剛好在畫面正中心 然後我覺得他頭上的這個東西 很像一個聚光燈的感覺 然後我個人是蠻喜歡這張構圖的 而且必須說這個阿伯真的是蠻厲害的 他在那邊彈了應該有半小時吧 他就一直在彈一直在彈 然後就算我在他旁邊這樣拍來拍去 他也都沒有看我一眼 他就是非常認真彈彈鋼琴 我覺得算是就是進入那個Zone了 那接下來這一張我覺得算是有點利用 類似的一個概念去構圖 就是我覺得魏武銀這邊 他有這種懸吊式的應該是燈吧 那我覺得他其實很像那種外星人 把他全吸上去的那個東西 所以我那個時候呢 在等這個鋼琴阿伯那邊的構圖的時候 剛好又瞄到左邊就是有這個畫面出現 所以我就按下這張照片 那麼這張照片呢 我覺得是我今天拍到最滿意最滿意的一張 那我覺得這樣照片我首先最喜歡的點呢 是他左邊就是靠近室內的地方嘛 所以就是魏武銀那邊 他就算一個很大的屋頂 所以左邊的時候他其實就越來越暗 但是右邊的話呢 他其實就是靠近戶外 所以他整個亮度其實還滿亮的 然後從右到左就形成一個非常自然的一個漸層 一個明亮的漸層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一點 然後鋼琴阿跟阿伯整個就是那種輪廓的感覺呢 在右邊偏亮的地方 形成一個滿好看的突出喔 然後我後來回家在整理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照片如果把它切成2.3V 1一定非常的帥 結果呢還OK啦還OK 我自己是滿喜歡的 不喜歡我也沒辦法 然後呢在同樣的角度呢我拍了一張支撫的 那麼一樣是利用他頭頂這個燈的一個結構呢 去跟他的場地做一個互動 那再來這一張呢其實 我覺得算是利用魏武銀那邊的剛好是一個結構啊 因為他那邊很多這種長型的這種玻璃帷幕 然後呢我的GoPro剛好被我切掉了 我那個時候沒有在錄影 所以呢就沒有拍到他的畫面 但是我覺得這張照片呢整體看起來還是非常的不錯 那一樣這一張也是類似的構圖 那這個是在那邊巡邏的警衛 我那個時候看到他覺得他的白色上衣 跟這邊的也是玻璃帷幕 這個有點一黑一白這種對比呢 看起來還蠻有趣的 所以拍下這張照片 那這一張照片呢比較有意思的是 因為其實魏武銀那邊還蠻大的喔 所以你有時候呢如果你走到一個角落 但是你沒有等到路人的話 你可能就要在那邊等一陣子 因為不一定會有人走到你面前對吧 但是這邊的好處就是 這邊的阿伯跟阿媽都是來運動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一直走來走去 所以呢我這個時候就在那邊等了一下 等到了這個阿伯剛好經過這個畫面的亮區 然後按下這張照片 然後我覺得他的這個整個剪影呢 是真的還蠻帥的喔 那我這是剛拍完上一張照片 就是阿伯的剪影那張照片的時候 我再繼續往下走 然後就看到另外一個阿伯呢 都是阿伯就是從左邊走到右邊 然後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 他牆面的弧形跟他這個手把的弧形 還有他整個人在畫面中的比重 形成一個還蠻不錯的平衡喔 所以我拍下這張照片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那如果硬要選一張我今天最喜歡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個鋼琴阿伯吧 2.35這一張 這一張真的是還不錯喔 真的是蠻喜歡的 好那跟大家分享完每張照片拍照的一些 背後的邏輯之後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是今天出去拍到的一些心得喔 那麼就是首先我最近其實很少用 35這顆鏡頭 因為我覺得35這個焦段就是有點太尷尬了 跟23比他又不夠廣 我覺得富士的23用起來其實還蠻舒服的點 就是因為他比手機再更Zoom in一點點喔 所以你用起來的時候呢 並不會覺得像手機這麼的抓不到重點 他又比35再廣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35有時候你真的 你想要拍比較近一點的東西 你真的要站很後面 像是我今天在拍那個阿伯的那張建議的照片的時候 其實我會開始覺得說 我那個時候如果有23的話 很像比較好 但是我後來發現就是 當你在拍的這個空間是非常寬 非常深的時候 其實23跟35用起來 我反而會比較偏好35 因為他可以框出比較多的重點 那我在拍阿伯這張照片的時候呢 其實我當下覺得說 很像有點構圖有點太窄 因為我蠻長用23的結果 就是說我在拍照的時候 我抓的距離可能就是23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可以繼續後退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已經迎刃而解 就解決掉了 所以如果你說一般機拍要使用35mm 或是50mm的話呢 就是全幅等效35或50的話 我個人還是會比較偏好35 因為我覺得現在相機的解析都蠻高的 如果你用35的話 你就算不夠近 你到時候都可以再採切 其實就犧牲一點點畫質 我是覺得還OK 但是你用50去拍的話呢 我覺得你就要挑場地 然後我覺得今天衛武銀這邊 是剛好因為50的話 他的場地真的很大 所以你50拍起來還是會有 把那個場地的很壯觀的感覺給帶進去 但是如果你說你今天拍的東西 就是小小的 就是沒有到這麼的寬廣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能大部分的時候 還是選擇用35會比用50好 所以如果用35等效的 鏡頭的數字來看的話 我覺得一般的接拍用35 會比50來的更適合一點 然後第二個跟大家分享的點 是我自己平時其實 比較少拍黑白的照片 因為黑白的很吃光線 所以如果我在進去衛武銀那邊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到 它下面這個很黑 然後外面很涼 然後所以我進去前 我就特別想說 今天用這個黑白應該會非常適合 結果果不其然 還是有很多我自己很喜歡的照片 那黑白的雖然它吃光線 但是我覺得它同時有一個優點 就是因為你也知道 台灣的街道很亂 然後街景醜醜的 然後路上的人穿衣服 可能也都比較隨性一點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用黑白 其實可以把畫面中 很多不必要的顏色 元素就可以過濾掉 那我覺得這點還是 還不錯 就是還蠻好用的 但是光線好的時候 你可能拍彩色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有點難去取色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選黑白真的是 完美的決定 那麼最後還是要貴求大家 如果在高雄這邊 或是南部 有比較厲害 比較好玩的 拍照景點的話 不要吝嗇 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一下 那我會再找時間過去拍拍照 如果你看到這裡的話 真的有重的感謝好不好 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內容的話 幫我按讚並且訂閱一下 然後如果你想要支持這個頻道的話 你可以去購買我的濾鏡包 會把連結放在備注欄 如果你沒有要買的話也沒有關係 不要覺得壓力很大 那我是皮特 我們下次見 掰掰